前段时间,轰轰烈烈的世界杯结束了,只能说这场世界杯是全世界球迷的狂欢,但绝对并不是每一个国家的狂欢,最起码不是中国的。 可能很多不看球赛的人不知道,世界杯上是没有中国队的,甚至于连小组赛都没进,最让人悲伤的事情莫获于,一个喜欢足球的人在观看世界杯时,却不能够支持自己的国家,因为根本就没有支持的机会。 甚至还有人开玩笑称,就算他们拿了世界杯冠军又怎么样呢?中国队永远是他打不赢的球队,这句玩笑背后其实就是深深的心酸和无奈。 这些年国族已经不止一次让国人失望了,其实他们平时享受的待遇非常好,除了踢球根本就不用担心其他的事情,而且薪水还非常高。 但是他们真的试试了,什么叫做光拿钱不干事?就在前段时间,中国族鞋杯U19比赛期间,国族教练竟然还抱怨是唐提供的饭菜太难吃,而且球员还说这些伙食根本是不饱,网友本来就对国族很生气。 一听到国族这样说,瞬间就炸了,有人了解了相关情况之后发现,国族在比赛期间每天的伙食费有160元,很多人可能不知道160元意味着什么。 解放军部队里面一般分为四个灶类,一类造伙食费是11元,午餐是两棺两树,然后再加上餐后水果,吃这种灶类的一般都是边防战士或者是国防施工队。 因为环境比较艰苦,所以没有那么多食材种类。 二类造伙食费是13元,也是两棺两树加甩火,一般都是一些坦克装甲部队,或者是驻驾在高原地区的解放军部队。 三类造的伙食费是23元,仅仅多了10元钱,就能够多交两个菜,一般是飞行员和船员能够享受这样的待遇。 四类造是不得里面最好的,食材非常丰盛,还会提供牛奶和面包。 然而这么好的伙食只需要一天39元,可以想象国主每天169元的伙食烤到了什么地步。 而解放军每天的训练量是非常恐怖的,基本上都是祈祷贪黑,还经常在泥地里面打滚。 但是他们却一声不吭,而且解放军在服役期间,工资是没有这些求人高的,只是补贴。 但是士兵们已经满足了,一个是为国争光,一个是保卫国家,同样都是报效祖国。 可是差别为什么这么大呢? 很多网友都表示,对中国男族实在是太失望了,以后还是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女族身上吧。 事实上我国的女族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,只不过因为很少有人关注,所以资源并不怎么好。 那些已经对男族失望了人,不妨多关注关注女族吧。